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频道,我是Clio 终于要把斯芙兰上次买到的新瓶上在脸上了 那今天视频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瓶彩妆上脸 很多姐妹们私信或者在留言区告诉我什么时候测评 Town for 38号那一盘眼影盘今天来了 给大家安排上了 那今天还会测试到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新的粉底液啊,新的眉笔或者是腮红盘 等等等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今天一起来拭目以待一下 他们这些产品的效果在我脸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来姐妹们,我们今天马上开始我们的彩妆测试 粉底液我们这次来测试一下 Hourglass他们家最近新出的这个Ambient Soft Glow Foundation 听说这款粉底液它上脸以后遮瑕力啊 然后光泽感都非常好看 我这次选的色号是2号色 它没有很多流动性 所以遮瑕力我觉得应该不会差 这几天脸上这一块突然长了一个很大的痘痘 因为最近才用一个新的面霜 用完的第二天直接就给我长痘了 这个粉底还挺高遮瑕 目前来说上面有一丢丢黄 不过整体的这个粉底的遮瑕力 然后粉底的那个上脸效果真的巨好看 像我这边的脸上瑕疵会比较少一点 它基本上一下子就把你整个人的皮肤肤色 以及上面一些皮肤不匀啊泛红 一下子就给遮住了 那这边脸有一个稍微比较大的痘痘吧 这个就稍微要等一下再盖一层试试看 我们来 看 我这样子盖上去 它整个就可以把痘痘这个红红的颜色给覆盖掉 上脸以后脸上那层光泽感 我是没有上任何妆前打底的 它的效果出来都这么漂亮 它是有一点点黏度在 所以大家还是要定一下妆 它现在让我整张脸看上去就是像自己的皮肤 没有任何假面感 以及粉底液的那种上妆的感觉 刚上脸的那一瞬间说真的 我是觉得哇 怎么会这么黄 但是等我拍开它以后 诶 这个颜色跟我皮肤混合得蛮好的 就是我皮肤自己本身的颜色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买粉底液了 这款真的实际上我觉得 有点点小惊讶 那等我们上完所有妆容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粉底液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眉毛 眉笔我们来试看Patrick Ta 我这次新入手的这一支 这一支比它拿出来非常非常的细 很像Sholotubry那一支的包装 但是比Sholotubry拿在手里的质感 稍微的弱了那么一点点 它同时也是有一个刷头在上面的 Sholotubry它这一支的头 是那种稍微斜角砍刀型的 Patrick Ta 它是那种超级细的 然后笔尖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方形 圆形的设计 试试看它画在手上的效果 还蛮细蛮好画的 是不是 感觉还是蛮逼真的 我这次选的颜色呢是Medium Brown 不想买太深的棕调 稍微买一个浅色的稍微可以叠加它的颜色 也慢慢可以变深 把这样子眉笔竖着这样子画 往上挑 这样子的眉毛毛毛链画出来很逼真耶 目前来说粉底液眉笔都挺好用的 嗯效果挺好 来我们稍微在脸的这一边定一下妆 看一下定妆以后和不定妆 这款粉底液它的效果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定妆就是 感觉不定妆好像稍微少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定完妆以后整个粉底的光泽感被压掉了 但是我用的是City他们家这款粉饼 所以是会压掉很多粉底液的光泽感的 但粉底液它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太好看了 来我们今天重头戏就是这个Town Ford的眼影盘 Town Ford今年38号开始 已经有这种Town Ford的大logo在上面 我觉得logo是好看 但是感觉有点大 38号这个Velor Khaki这一盘 它其实是那种大地棕 再搭配上一点点非常深的深绿色 所以妆容会有一点点那种森林野棕 不过除了这个最深的绿棕 其他三个颜色非常日常 也挺适合亚洲人我们自己的肤色 感觉上它们这些颜色以后应该还蛮消肿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盘的试色 我Town Ford他们家眼影盘这么多年 每一年他们出新的眼影盘 粉质都一直在升级 一直在变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就非常忠实Town Ford他们家眼影盘 因为他们在粉上面的质量 以及颜色上的那种追求 很多品牌都会去复制 但是永远达不到Town Ford的这种粉质好 再加上颜色配色好的 两个眼影盘最主要的一个点 那今天眼妆稍微来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会先用这三个比较自然的大地色 给大家画出一个最初步的 最最日常的一个妆容 然后再在这个妆容的上面去搭配这个绿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绿色是可以怎么样去运用起来的 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 它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杏仁宗的一个色调 这个打底色太好看了吧 颜色很微弱很淡 然后这颜色也很好的 然后给你眼下这里稍微做一个晕染 所以可以让眼睛稍微的看起来更加大一点 不知道在镜头面前的大家是不是也在化妆呢 边看我视频然后一边化妆 是不是有一种我陪伴着大家的感觉呢 然后现在整个眼妆出来的效果就好像 那种非常好非常哑的那种陶土的杏仁皇 而且如果你想要稍微打一下鼻影的话 可以把这颜色带到 眉中这一块 稍微的带到鼻子这里 画完以后是不是整个眼睛感觉有一点点深邃起来了 是吧 它有一层非常漂亮的过渡感 非常雾蒙蒙的感觉 如果这个手带也没有很多时间 单单画这个颜色 然后再画个眼线就可以出门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打底色我可以无限叠加它们 我们用这一边的这个颜色 从眼角开始 稍微拉出来 然后用这边的这个橄榄棕 把这颜色稍微的叠在我们刚才 这个颜色上面一点点 跟刚才画的眼线的长度一样就OK 下眼睛的话就是用这个珠光色 大家看现在的妆容画出来 在没有叠加这个绿色之前 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法系 非常奶茶 整个妆容是很自然 很深邃的放大你的眼睛 但又不会那种夸张化 而且它其中这两个深一点的颜色 有一点点就是非常微闪的珠光颗粒在里面 画在眼睛上以后是那种非常毛茸茸 有一点点深邃感 但又感觉好像 没有怎么画眼妆的效果 你知道吧 如果大家想要走现在眼睛上这么法式 这么简单 然后又很通勤日常的妆容的话 那这眼妆基本上就结束了 画个眼线然后再刷个睫毛 大家就可以出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叠加上这个绿色以后 整个妆容会有个什么样的改变 拿一把非常非常细的眼线刷 去沾这个绿棕色 从我们眼睛的上腕部分 画出绿色的眼线 大家记得用这个绿色画眼线的时候 要画得非常的细 然后把这个绿色叠加在 就眼尾这一块 拍几下 这样拍几下 你看 有那个颜色的弧度出来了吧 停手 然后再上一点这个打底色 我们把这两个颜色都融合在一起 我们直接就在上面盖上这个打底色 然后往前刷 稍微可以带到眼头一点点 然后就不要太多 回到原位 你看 这两个颜色这样子晕染开以后 就没有像刚才有那么一段一段的 断开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整个眼妆出来 是不是又有后面的深邃感 但是又被晕染得非常漂亮 刚才在眼下不是叠加了一层 这个金属色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绿色加深一下 这个绿色说真的 一点都不会在我们亚儿周恩的肤色上 显得很突兀 反而还挺自然的 我觉得 如果大家觉得下眼睛这块太深的话 可以用这个打底色 来给下眼睛这一块做一点点晕染 那我们在眼皮上可以稍微叠加这个 有一点点金属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深 叠加在眼中可能会不好看 大家可以在手上直接把他这个颜色的底色蹭掉 残留在手上的就是他的珠光了 我们主要就是拿这个珠光稍微沾一点点在眼皮上 所以很轻很轻的拍在眼皮中央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底色给蹭掉哦 整个眼皮就会稍微泛着一点点光泽感 整个眼妆出来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温柔的奶棕绿 非常的温暖 很像冬天的那一杯咖啡的感觉 那换完睫毛膏以后是这样子 我这次没有画眼线 因为那个深绿色已经足够来作为一个眼线色了 再画上眼线可能妆容会太浓烈了一点 所以今天就只是刷了一个睫毛而已 我现在觉得眼妆上的效果巨好看 虽然它是有绿色 但是跟盘中其他颜色掺杂了以后 它的绿色真的不是很明显 现在整个眼妆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点混血感 Hourglass粉底液在经过大概两个小时以后 它的光泽感还是退散不去 还是一直保持在皮肤上面 现在皮肤上的触感已经是完全干了 它的遮瑕里两个小时以后 这个有痘痘的地方也不是那么明显 遮瑕里还是一直维持在那里 来我们接下来试试看Hourglass这一盘蝴蝶盘 这一盘我们在开箱视频当中给大家有看过 很多颜色都非常相似啊 就算这两个腮红色 但是我觉得这一盘要是跟大箱盘比起来的话 这一盘会可能更加实用一点 就是特别是我们亚洲人的肤色 先铺在我们这边上了散粉的 没有光泽感的脸上 你看从刚才没有任何光泽感到现在有一点点光泽感凸显出来了 是不是 单单这么一个很轻微的散粉色 如果多叠加几层的话 它的那种高光感就直接凸显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上这边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聚闪 大家看这边现在没有太多的闪度 然后叠加上以后 那种光泽感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 非常美的一款高光 超级喜欢 用这种扁平的刷子 沾这样子的粉 铺垫在这一块 这里呢是我们需要体谅的 让整个妆容能够看起来非常好看 也能够凸显你整个鼻影的干净度 这把刷子是refer的33号 新的刷子 具好用 像这种小面积非常精准的去画 这些妆容的时候 超级实用 拿这个粉 叠一点点高光 画在我们眉骨这一块 给眼睛这一块 打一个亮 所以整个妆容会更加凹进去 更加有重点 腮红的话我们用这一款 它的颜色是那种非常粉嫩活力的珊瑚橘粉色 在脸中这一块 像这个高光盘 我喜欢上完高光以后再上腮红 所以腮红上面那种细腻感会更加凸显出来 会更加好看 反而让这个高光的质感更加上一层楼 你看Tom Ford这个比较偏绿色型的眼影盘 画在眼睛上跟这种粉粉的腮红去搭配 也不会完全那么突兀 因为它这个绿色真的做得很精准 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因为很多一些绿色眼影盘 它的绿虽然很好看 但是画在我们亚洲人眼睛上的时候 其实是很突兀的那种 就是很难让亚洲人眼睛看上去 不像被打了欲青的感觉 但这一盘眼妆画出来完全没有 反而有那种雾蒙蒙奶茶灰绿的感觉 很细腻很有特色 那这盘蝴蝶盘它主要的还是打造出那种皮肤上的那种水光感 很自然的那种水光感 让你好像是吃了什么东西或者口服了什么东西 才会让脸上有这么漂亮那么细腻的感觉 我们稍微做一下这个修容 把我这个比较大的下额这一块修一点 先从脸颊这一块开始往里收一点点 因为我颧骨是稍微比较高的 所以会打在这个颧骨的上面 如果你颧骨不是很高的话 这一块不用打 你可以打在下巴这里 哦不 你可以打在脸颊这个地方 那今天口红我们用Dior的这个黑管磨砂系列 非常雾面的颜色呢 是我最爱的200毫 那这一支200毫的颜色呢 会根据你自己本身的唇色 而做改变 在它还没有干之前 我可以稍微把它这些边边角角 暈染看一下 我来了 那今天试用下来的所有产品呢 我最最喜欢的就是眼影盘和粉底液了 粉底液上来说 这款Airglass的粉底液真的是有一点不得了 它在我脸上整个妆容的呈现效果等等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已经带妆四五个小时了 然后整个妆面出来 离远了看 整个妆面出来很干净 很有质感 特别是脸颊这一块 感觉整个皮肤的肌里都好像被磨平一样 看上去是不是就很像那种porcelain skin 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那种 婴儿肌的感觉了 是不是 然后它的整个遮瑕力没有任何的降低 就是怎么说呢 我自己这一块有一个痘痘的嘛 它上面这个痘印大概退了一成吧 一成都不到 就很好的扒在脸上 它并没有在我痘痘的周围有一圈干涩脱皮的显长出现 很多粉底液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嘛 如果长痘痘的话 这一款完全完全完全没有 滋润度是真的蛮好的 对于我们油皮混油皮来说 整个脸上 不管下巴 脸颊 额头 鼻梁 中央这里 都没有任何脱皮的现象 所以这款粉底液对于干皮 或者是混油油皮都非常的友好 只不过干皮的话 因为它这款粉底没有很多的流动性 所以可能会给你有一点点干燥 所以做好妆前打底是很重要的 但等大家上完这款粉底液以后 它的光泽感太好看了 就是那种很低调的 像那种摄影棚里打了光的那种效果 并且在这五个多小时当中 没有任何一点点暗沉 也没有在我皮肤上变黄变黑变暗 都没有 就整个皮肤该明亮的地方还是很明亮的 然后脖子上的颜色色差 也几乎都是没有的 是不是 大家仔细看 脸跟我脖子 然后整个肤框看上去是那种很紧致 有一点点上身的感觉 是不是 脸看上去就特别小 从它对于皮肤的匀色效果 遮瑕力 提亮效果 然后以及凸显皮肤的那种细腻程度上来说 满分 这个粉底真的是满分 那汤富的这款眼影盘 我觉得它的功能性还是蛮多的 第一它能够画出很日常很日常的妆容 就像我前面没有叠加它这个绿色的颜色之前 整个妆容就是很自然 通勤上班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非常自如的去画出那种妆容 或者驾驭那种妆容 而且那个妆容是不是就真的很简单 就随便画几下都能够画好 我当时是运用了三个颜色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颜色的色调和色彩度 现实生活中的话 说实话 你其实就只用两个颜色 就能够画出一个很高级很深邃的妆容 那叠加上这个绿色以后 整个妆容会变得更加有混血感 因为像绿色这样子颜色色调 等你晕染开以后 它就会给人有一种好像覆盖上一层纱的感觉 让整个妆容变得更加深邃 那在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 绿色其实是一个很难驾驭的颜色 因为很容易会画出那种被打了预清以后的效果 很多很多眼影盘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误 没有考虑到亚洲人肤色上的协调度嘛 但这一盘 它是唯一一盘带有绿色眼影盘 能给我们亚洲人画出那种非常有高级 非常法式的那种深邃感 特别是这边的这个打底色 这个打底色真的是绝了好吗 我觉得Tom Ford每一盘眼影盘当中 它的打底色永远都是很有亮点的 因为在画每个眼妆之前 打底色是你眼妆上的一个地基 如果你地基打不好了 你其他颜色画在上面都不会好看 然后这个打底色能够去融合它盘中的任何的颜色色调 这一盘就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Date and Night 完全非常适合 完全看你需要的场合来调节出来的 如果大家想要有一盘眼影盘比较有两面型的话 稍微玩性大一点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一盘 那就是眉笔跟腮红盘 我非常喜欢 感觉今天好像没有遇到一件不喜欢的东西吧 这个眉笔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就是它在画眉头的时候 那个根根分明那种利落的感觉 嗯太好看了 它的效果跟Shadow Tribune那支还是蛮像的 Shadow Tribune那支可能会稍微更加粗一点点 这支会更加细 它画眉头会更加好看一点 那这个高光盘就不多说 刚才画在脸上的时候 那个感觉那种提亮的效果 嗯感觉非常的惊艳人啊 这盘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适合 但这盘的缺点就是你需要拿它去跟其他什么修容盘去做搭配 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想听大家对刚才用到这些粉底液啊 眼影盘啊 然后腮红盘 眉笔等等的这些产品 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和感受 OK那姐妹们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点击下面的按钮订阅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